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艳去年遭到指控 12年前曾经接受了酒店的业者性招待 并且涉嫌官说 后来监察院调查虽然不采信陈宗艳的说辞 但也没有弹劾引来不少的质疑 而对此立委洪孟凯就批评 难道是要告诉所有公务人员 接受厂商招待没有关系吗 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国会大现场 我们邀请到的是洪孟凯委员 孟凯哥早安 谢谢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今天大家关注的一个政坛的焦点 是在于昨天监察院他们有一份报告 那是前政院的发言人 也是前内政部的市长 他因为是被报说 可能有涉嫌性招待这件事情 那结果呢 监察院的报告里面 他们是提到了 他们去约谈了陈宗艳 陈宗艳刚才讲说 你上面所谓的陈董不是我 但监察委员显然他们认为不相信 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不相信这种说法 可是最后却没有弹劾他 这个是 委员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有看到媒体报道 而且媒体报道居然是用监院 来打脸陈宗艳的说法 因为监察委员他拿出了什么呢 拿出了陈宗艳的微信对话记录 去打脸陈宗艳说你涉嫌性招待 好像已经不是涉嫌了 就是你接受性招待 那这样子是不符合 这个公务人员的相关的条例 而且绝对有违法嫌疑 也因此呢就彻底的打脸陈宗艳 先讲一个部分 陈宗艳你不是号称抗中保台的人吗 怎么可以用这种万恶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APP微信呢 你难道没有用这个台版的 这一些相关的通讯软体吗 这当然是玩笑话 但凸显什么 凸显说真的是荒谬 而且民进党的官员 真的是嘴巴说一套 这个身体做一套 真的是非常的荒谬 而且非常受下限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发觉一个猫腻 就是说监察委员明明就已经 已经把相关的资料给厘清 并且爬梳了 但是最后却没有做出弹劾的动作 为什么 推托是说因为是现在的检调正在侦查中 但是其实检调以及监察院 这是两轨并行的 常常之前不是最喜欢讲是说 五权分立吗 监察院跟我们的法务部 这个司法院其实是双轨并行的嘛 而且这个检调是属于这个行政院下面 法务部下面的检调系统 所以说基本上各做各的业务是没有任何冲突的 唯一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不想要在伤口上撒盐 或说不想落井架子 或是不想让自己人太难看 是不是这个样子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那不就是自我阉割 把原本应该给予监察院的权利 尤其是针对公务人员给彻底剥削吗 我们还是再次强调 我觉得我们的五权分立都有其功能性跟其必要性 最主要在于是说在监察院最重点就是针对于行政院 如果说公务人员的这一些规范行为准则 没有办法符合相当的标准的时候 监察权能够更强一点 更安危一点的话 公务人员就不敢为非作戴 但很可惜过去这八年 监察院好像可有可无 尤其是我们从上到下 真的是让大家觉得是说 这已经是一个饥肋的单位了 那这样子当然没有办法掌见它的一个价值 跟掌见它的功能的时候 也无怪乎现在的行政院越来越嚣张罚扈了 是 孟凯委员刚才提得非常好 他就说因为现在的监察院这样的做法 那难道是要告诉全国的公务人员 OK 你要干嘛都可以 只要减掉没有对你做什么 我们就不会做什么吗 那现在大家在谈论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都知道陈忠彦是赖清德的子弟兵 一路从台南市长时期就到现在了 那现在因为政坛上也可能有一些传闻 会不会520之后他有可能回关 因此这些监察委员不敢得罪未来的总统 有这个可能性吗 不要捡到蓝里都是菜 如果说真的到最后陈忠彦摇身一遍 现在接受相对的性招待 还有这个对话记录 大家媒体都报道都已经看到了 过去从内政部次长 然后到发言人突然间 被仓促狼狈的下台 结果520因为赖总统上任之后 马上又摇声音片变成是 我们的内阁官员的话 那真的印证了一句话 叫做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吗 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印证了 民进党内部没有任何的人 你只要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大大有关系 你是自己人 你就可以做什么事情都没关系 而且人民的记忆有那么短暂吗 人民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行政官员 不管是他过去在地方政府 或是之后到内政部当高官 但重点是他的行为就是已经超出 我们一般常理常人所融学的范围 更重要的是递检现在的一个调查 到底有没有后续的刑责 有没有图利有没有对价关系 这一些都还要厘清 所以我只奉劝 如果说最后他们真的是这样子做的话 那我绝对不会感到任何的喜悦 虽然我们身为在野党 这个执政党越乱越好 但是我没有任何喜悦 我反而觉得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政府 是不是就是完全的人才荒 完全没有人才了 所以捡到篮里都是菜 我真的奉劝民进党政府 如果说你到面对1月13号的新民意了 你还不知检讨反省还让这件事情发生 就是陈宗燕之后还回锅 变成是新一代的这个内阁官员 里面的这个官员的话 那很抱歉 看来人民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大 下一次的选举 人民会用选票再次的告诉民进党政府 我们不要这种没有脸皮厚脸皮 以及不知羞耻的政府官员 虽然说这个委员跟这个未来的 还有包含现在都是不同党 但是还是希望国家好 千万不能乱用一些 比较不那么适任的官员 今天非常谢谢孟凯委员接受我们采访 谢谢 好可以听到陈宗燕这个事情 基本上就是分两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就是监察院为什么没有弹劾这件事情 让外界是觉得非常的纳闷啊 那难道大家去做了不好的事情 监察院都觉得没有关系吗 第二个就是陈宗燕他跟赖清德 也就是未来的总统的关系会不会也掺杂在这其中呢 我想这当中呢监院都必须要来说清楚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国会大现场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易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易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易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by bwd6